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 為小S與蔡康勇量身打造蠟像 因此節目康熙來了 特別與蠟像館合作 將兩人與吳祈龍的蠟像 帶至攝影棚內與本尊面對面 而小S一看到吳祈龍的蠟像 就忍不住對她上下棋手 小S還提到前陣子 帶著婆婆和女兒去參觀蠟像館時的趣事 小S終於如願能有自己的蠟像 但她卻忍不住吐槽她姐姐大S 小S的演唱會即將在情人節當天舉辦 她笑說自己現在比較不怕高音 反而是怕低音低不下去 她還透露演唱會將會帶來露點的驚人之舉 就是把所有的很難的歌都順利唱完 然後表現得很好之後 我就會鬆陷然後就大露點 露點 上點還下點 就看現場的觀眾有沒有拱啊 上下點我都OK 可是要先把我公婆支開 因為他們現場也會去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